西红柿首富自从上一步修修的铁拳之后,就没怎么看到有关沈腾的消息,据悉一直在忙于芯片的拍摄,直到近日发布的一款预告,才回到观众影迷的视野,芯片西红柿首富预告中爆笑十足,沈腾从无人问津的屌丝一跃成为首富,而且还要完成一项无数人梦寐以求的任务,花钱,故事发生在夏洛特烦恼中的西红柿。 沈腾扮演一个二流足球队守门员王多宇,因比赛失利遭球队开除,正在这个时候自称是他二爷的某财团董事,教个他一项任务挑战,这项奇葩挑战就是在一个月内发光十亿,于是被天上掉下来献饼杂中的王多宇,开始了花钱之旅,开心麻花团队经过多年的舞台剧积累,其电影作品都是非常不错的, 这次新作也值得期待,不管是剧情设定还是人物构造都鲜火充满个性,而且把舞台剧的喜剧效果搬到电影中也比较新颖,在喜剧片类型中,可以说开心麻花团队制作的电影多数属于上层佳作,很符合国人的笑点,加上沈腾与申俱来的喜剧天赋,王那一战, 一个表情便能引人捧腹,这次更是升级以前的小打小闹,改为花钱特烦恼,只不过在新片中没有玛丽似乎少了点什么,玛丽和沈腾俨然成为开心麻花的标配, 当然,也只是稍微有点遗憾,毕竟还是有很多观众,仍然念念不浪玛什么没,虽然缺少了玛丽,但是西红柿首富振荣环,是相当不错的,前作《夏洛特烦恼》中的导演颜飞,彭大摩,长远,张一鸣,魏翔等人悉数回归,中年大叔张陈光,李立群可串演出,算是今年最期待电影之一, 西红柿首富定档7月27号全国上映,到时候去去影院一赌为快吧,最后,沉寂了一年沈腾,接下来作品不断,根据目前沈腾工作室传出的消息,光2018年上映的电影就有四部,除了西红柿首富还有资本接班人,风华血月传奇,龙虾行景,相信不少喜欢他的人今年应该能一宝眼福了,对此,你觉得呢? 感谢观看